大家好,我是Den 在第38区Cruiden Disc Awards 切入被死亡和5050获得了新人奖 而获奖的5050成员Kina在得奖感言表示 非常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穷农军代表和Attract家族 以及我的家人会以更好的专辑和音乐来回报大家 而同时针对三位前成员提出高达130亿韩元诉讼的全代表 也与媒体分享了目前的情况 全代表在采访中表示 看到那些关于损害赔偿诉讼的报道 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复杂 我本来一直期望那三名解约的成员们 能够在一切变得无法挽回之前回归团队 如果他们肯回来 我甚至已经考虑过是否公开向大众们真诚的道歉 并寻求谅解 即使在通告解约之后 如果那三位前成员想要回来的话 全代表还是想要接受他们了 全代表接着表示 将这整件事的责任加注于这三位成员身上 让我感到非常不忍 如果他们之为有更多明智的长辈知道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但现在 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挽回了 没有人能做到完美无缺 如果走错了路 就应该回头 这些孩子才18、19岁 他们的父母怎么可能完全了解娱乐圈 他们都是被欺骗的 而对于三名前成员主张的 哈三五专辑争议 全代表则表示 哈三五是在遵守了专辑合约后离开的 在这些谎言背后 父母们没有事先查证 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这正是让人难以理解 全代表带着悲伤说道 现在50-50第一期 已经成为了K-POP历史的一部分 我像傻瓜一样一直在等了 但有些事情就是不可能 看着Kina独自一人前往Pillwood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最后全代表也表示 在通知解约 并提起130亿赔偿诉讼之后 这三名前成员也从未与他联系过 目前全代表正专注于三个方向 针对三名成员的130亿损害赔偿诉讼 50-50第二期成员的充足 新女团的成立 Kina的行为真的很有勇气 面对如此恐惧和害怕 完全有可能选择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别人 否认现实 但她勇敢地去寻找解决方法 请求原谅 并尽全力生活在当下 我实在搞不明白 都通知解约提起130亿诉讼了 那些前成员们 父母们 怎么也不尝试联系全代表呢 这要怎么理解呢 所以大家觉得 为什么三位前成员以及他们的父母们 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一次全代表呢 下一个消息是 四代女团Lisrapin 在日本正式出道的第一年 就创下了20年以来的大记录 根据日本 Olicon年度排行榜2023 于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Lisrapin在艺人销售部门的新人排行中 登上了榜生 Olicon表示 这是自2003年以来 20年来首次有女团在新人排行榜上的销售额 突破20亿日元 所属公司Sosomichi也表示 考虑到Lisrapin在日本的首次个人巡回 吸引了6万名观众 加上其他演出案广告收入等未进入的部分 他们去年在日本的总成绩 实则更为惊人 看到Lisrapin做得这么好 真的很高兴 希望他们能更好 在日本 他们的人气是真实可感的加油 越看越觉得是个魅力十足的组合 特别是Sakura 她已经三次出道 在她国这么努力的样子 真的很激励人心